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,来观战一把大魔王的使徒,这个使徒真厉害,这个使徒真的厉害,什么样的局都有翻,但是只能说这个使徒厉害,使徒这个角色呢,我觉得还是不算就是T0级别的啊,就比他综合实力强的这个监管者太多了,抱一手不让你用球。 封一封走位,再等吧,等下一只猫,稍微消耗一下,他带的是个闪现,这头皮抓前锋也是可以,但是外面有个先知呢,万一这个鸟跟这个闪现顶掉了,还是很亏的,这边一个斜向走位跳过来,这边应该是蓄力,然后斜走。 嗯,先知这边暂时无法用鸟,翻,交不交闪,还是放猫,这个闪现没有交。 跳一手过来,哎,一刀打中,还好,不是震射,差一点点,这东西,这波跳好舒服哦,这样一个就是,180度拐弯口拉进来跳。 前锋这边帮忙下块板子,先知说我自己来。 嗯,总的来说,第一波的一个抓人节奏还是慢,慢很多,因为这套阵容是一个带机械师的阵容, 其实修的很快的,他第一波抓的偏慢的话,可能正常的一波救完啊,只要第一波能够正常的把人救下来,第二波来救一定是电击压好的。 所以东旋这边是选择来打一手前锋的节奏,抓前锋,这样的话你们少一个薄命,而且这前锋没有球了,那要救只能是机械师或者空军来救。 一刀带走,先这鸟没套上,这鸟不套比较好,我觉得这鸟套了反而不好,这鸟套了这前锋其实也遛不动,但是这鸟不套呢,可以保证下一波来救的人,至少只要你鸟套上了,应该是能稳定救下来的。 小木木这边空军好像是压着脚不过来了,来看一下这个家的冠军皮肤啊,这个皮肤还是比较漂亮的,只是我玩空军玩的比较少。 对吧,这要是一个原定皮肤,我可能就买了,直接给你鸟套上,卡半救,没问题,有鸟别怕。 再晒,这边,卡半,哎,闪现,哇,哇,滴马哟,卡枪,躲枪,一刀闪现,震慑,这谁受得了啊。 卡一卡,牵起来,打气球刀,要命了,救下来,没博命,前锋倒,这个还得倒。 裂开,炸裂。 哇,这真没办法,这能打成这样子,我天哪,谁受得了啊。 哎,我的小心脏都受不了了,扑通扑通在那边跳啊,先知半血,直接一个震慑瞬间翻盘。 这不得不想,让我想起了当年,头鱼教主在讲东旋那个闪现,呃,黄一之主啊,也是这样,也是这个点位。 他也是假装在这边绕了一下,黄一之主闪现进去,想打一个震慑,但是那一次好像是被卡梦躲掉了,打了一个实体刀,没有打出震慑。 但就是这个点位的那波,让ZQ的教练也是深深的记住了东旋。 对吧,印象深刻,确实打得太好了。 过来打吧打掉,那应该是一个偏向于三抓,然后四抓的话,看这边地窖怎么来打了。 哦,我现在还久久不能平复,这场真的是前期抓人真的太晚了,这个抓人时间太晚,但是他抓了一个前锋呢就不一样。 他抓一个前锋,求者这边少一个救人位,这边一手传送,过去求稳,不给你任何的一个救人机会。 卡梦这边想跑地窖,也来不及,过来还晕住了。 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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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个真是,没办法,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 ね